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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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你来我这边我去你那边 你妈学校很有趣 我妈学校也很有趣 马萨路 你来我这边我去你那边 交换上课很有趣 大家一起玩游戏 上课就像是在玩游戏 马萨路 马萨路 你无名赏 你无名赏 你来我这边我去你那边 交换上课很有趣 交换上课去 伊拉 今天新竹县的尖石国中 和南投县的名潭国中 分别有一位同学 要到对方的学校交换上课 丹家云在尖石国中 看见泰雅族美丽的编织 还拜访尖石部落附近的艺术文化 林念词在名潭国中 体验了少族的生活文化 还有日月潭好玩的水上蜻蜓课程哦 沿着有名的内湾吊潮往山上走 在纳罗西加勒西交汇的地方 看到一块像是竹笋尖尖的大石头 就到了新竹县尖石乡 南投县名潭国中的丹家云 刚进校门口 就受到尖石国中的同学 用热情的歌声来欢迎他 欢迎名潭国中的丹家云同学 丹家云同学 这是我们学校二年一半的同学 今天我们首先代表那个二年一半的同学 然后欢迎那个丹家云同学来我们的尖石国中 丹家云来自少族 个性活泼大方 最近爱上学习骑独轮车 喜欢挑战自己的家云 没想到同学会用更热情的方式 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怎么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泰雅女生不是都很害羞的吗 我们现在就来自我介绍一下 来 我叫云维扬 我叫生小云 然后兴趣是玩 小云 睡觉 你好 我叫吴宁扣 我兴趣是打篮球 你好 我叫高庆 然后我是这一班的班子 然后一般兴趣就是玩手机唱歌这样 我叫田远程 我喜欢打篮球 这样 你好 我是钟云恩 然后兴趣是篮球 我叫李柏契 我的兴趣是打篮球游泳跑步架 游泳 二年已班的同学 听说要来交换上课的是少族女生 大家都很好奇 很想赶快认识她 可以请那个教育同学 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少族 听说那个少族的文化 有那个渔猎的划船的课程 是不是 最重要是要学会怎么拿奖 然后你要划的时候 要知道她要怎么划 要哪一边 看起来大家对家云有很多问题 其实每个同学都是用自己的问题 来传达温暖的友情 希望她今天会过得很开心 对于日月坛和少族文化 充满好奇的泰雅族同学 李念词 今天要来人数超少的名坛国中 当交换学生了 泰雅族的念词很活泼 爱交朋友也很爱唱歌 念词这是我们学校最有名的战鼓队 他们曾经得过我们全线的冠军 全国的优等 看着大家一起 一起舞动身体 跟着节奏一起打击 在学校歌姓就很活泼 又很喜欢跳舞的念词 也好想要一起加入他们 一起体验战鼓的震撼哦 接着是独轮车的表演耶 大家都好厉害 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念词真希望今天也可以来挑战一下 所以他到我们国中 我们就是等于感谢国小他们的栽培 我们就继续让孩子有练习 我们就是类似长代幼 学长代学弟学妹这样子 校长今天要帮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学 念词 然后呢他是新竹县的尖石箱内湾再进去一点 所以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我们有三个同学负责接待你 一针 第二位是我们雅琳 第三位是我们的雨娟 吴雨娟 明潭国中全校只有36位同学 所以有很多的课程大家就会一起上课 今天念词很幸运 因为全校的同学都是照顾他的小天使哦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新朋友呢 都抢着要跟念词自我介绍呢 嗯 你有闻到吗 学校到处都充满着香香的味道耶 这是我们种的凤里鼠尾草 凤里鼠尾草呢很香 我们需要种好多香草 然后那边还有荷兰薄荷 在这充满香气的早晨 有这些可爱的小天使的陪伴 念词今天一定会过得特别开心 人生好美好 对吧 听说尖石国中是很老的学校 最近几年才重新规划 改成这么漂亮的校园 好 嘉云我们可以往后看 这是学校的公共艺术 我们用泰雅族的传统编织的布 来布置这个象征一个彩虹桥的装置艺术 跟着校长逛校园 嘉云发现校园里面 到处都有泰雅族的文化气息 那彩虹桥呢 在我们泰雅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 所以呢我们是结合我们学校的内在的特色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遗留下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约束力 因为这边是原住民地区嘛 那教育部有艺术人文生根计划 那我们就选择这一块来发展 第一年的时候啦 我们是想说就按照他们的嘎嘎 女生应该要学好编织 那现在因为是取向于那种性别平等 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女孩子 很喜欢木雕啊 就让他们来参与木雕的课程 哦 原来以前每个泰雅族女生 都要学编织 怪不得泰雅编织这么出名 不是那个喝酒醉的醉 它是最简单的织布工具哦 因为它只有一个板子哦 哇 老师好厉害哦 竟然只用一块板子 就可以当作织布机来织布耶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砂碱 记得砂碱吗 那个小小的砂碱 待会呢 就会量一个 够长的金线给各位 好 所以我现在就在做金线哦 只要利用简单的器具 串上麻绳 再透过金尾线的交叉 佳芸相信自己 很快就可以织出 泰雅族美丽的色彩 卡住 卡住这样 这样可以吗 这样知道吗 可以 从它的这个线的底下穿过来 一次 一次 然后再一次 穿过来 两次 就好了 这里的同学 去选你觉得喜欢的线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慢慢来 不要紧张 七 哈喽 亲爱的 七 七七七 然后压着它 八字形 一上 二下 一上 二下 三十次 三十 听老师讲解不会很难啊 怎么实际动手作却这么复杂啊 都数到头昏眼花了啦 把它挑起来 一 三 五 七 九 十一 挑起来 其实这堂课呢 初期的时候就是在教关于泰雅族的编织的概念是什么 比如说像这堂课我们教的是质感 然后同时把传统的技法的概念的美感的全部带在课程里面 就在一上一下绕过来绕过去中 佳云竟然也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嗯 还好是不会很难 然后坐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啊 有一个成品 坚持国中是坚持乡唯一的国中 所以我们的所有小朋友 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坚持乡的泰雅族原住民 我们的学生在课业上面的表现 虽然不如平地的孩子 可是他们在其他方面包括体育 音乐 美术 上面都有他们很特殊的天赋 那我们会思考一个方向是说 如何让这些孩子用他的多元智慧里面的优势智慧 找会他的笑容 那他喜欢上课 喜欢上学习这件事情 明潭的第一堂课要来看一个有趣的实验 那五色鸟呢 它被称为五色鸟 就是因为它有五个颜色啦 它的习性非常的可爱 它有一个名字叫花和尚 它的叫声很像敲木鱼的声音 很像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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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那个就是它在叫的声音啦 你从萤幕看到的五色鸟 还有呢 你从印刷屏啊 照片啊 书本上看到五色鸟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从后面安排好的主别 用你的显微镜 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所以我们先帮它转过来 老师用动物做教材 加上科学的仪器的帮助 让同学们实际来观察 找出颜色的奥秘 这样的上课方式真的好有趣喔 这里有耶 这里有耶 一点一点一点 怎么样 来 这边同学还有没有还没看到一格一格的 都看到了吗 那我们现在呢 同学 大家都看到之后 我们现在带着学习 大家检讨一下实验结果啰 一格一格的 很奇怪 明明不是五色鸟 怎么在显微镜底下 你把它放大好几倍来看 竟然是好多的格子耶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黄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边黄色的部分呢 就是红色跟绿色的灯 组合在一起的 那如果是三个一起亮 就会变成中间的白色 那因为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来 对不对 那我们新朋友的话是从 泰雅族 所以呢 把我们这边的主要的 原住民的文化介绍给他知道 少族很迷你 是台湾原住民族群中 人口最少的一族之一 目前只有七百多个人喔 可是听说啊 少族曾经是个很强大的民族呢 好 站住先最快 拉如岛 然后还有没有人要讲的 来 念词你觉得是什么 西 光华岛喔 好 恭喜大家 刚刚大家讲的全都对 然后呢 他有什么样的传说呢 我们今天特别啊 请一个我们少族的头目啊 袁百姓 袁老师 来跟大家做介绍喔 传说 少族因为 在很早很早以前喔 就是比较长辈在说的话 应该是从阿里山 有一次在山上狩猎的时候 发现一只白鹿 所以就追着那个白鹿 追追追追追追 就追到日月潭来了 然后那些猎人都发现 这个地方很棒 就回去把整个阿里山那个族人 全部迁徙到这个地方来了 希望让我们族人能够在 你看 丰衣十足嘛 对不对 可以找的吗 可以 可以洗手 嘿嘿 现在就要来体验 少族传统的美食咯 大家一起来同心协力的倒马鸡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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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瞄准一下 好 来 好 跟着大家一起努力倒的马鸡 终于出路咯 那个努力过的滋味 是不是特别的香甜好吃呢 来 跳格舞来消耗一下热量吧 就简单的就好 好 来 第一个动作 大家一起上课 一起享用美食 一起挑着欢乐的舞步 同学们用心又热情地照顾 让念词感到无比的温暖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追 原画开 好 到这边 我们的舞蹈就到这里 相信同学对我们的少主的文化 应该有更深的了解吧 好 那因为这个文化呢 是有它的多元性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尊重不同的 少数民族的文化呢 对不对 拿到了以后呢 现在也 我们的面词相信 有这些可爱的同学们 来传承少主的文化 这将是一块充满欢乐的土地 没问题的话 来 起立 好 来 本人李俊儒 本人随便捷 本负责任的态度 本负责任的态度 保护投射师弟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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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英国以为比赛年11月6日 耶 跟着大家一起吃过午餐之后 接下来嘉云要来体验 坚实部落附近 非常有特色的泥塑版画 来 你坐我旁边 这是我们泰雅族的生活情形 你看就是这个是纹面 像说女生的话 她一定要很会做家事 把这一幅图画就是 就是一个家庭的那个 像说温馨的画面 所以我给她取名叫温馨 就是说我们用海绵画 要绑着版画上色很不简单 要轻轻地拍打 颜色才会上得均匀 而且每一块版画上 都有泰雅族的生活故事呢 老师可是远赴日本 将欧式泥塑和日本泥塑艺术 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原住民文化的精神 才能创作出这一件件 有着泰雅族美丽故事的作品 我是希望说就是 这些版画 就是让他们从图画里 然后他们制作中 就是能够了解我们 泰雅的文化的丰富 以及它的特色 看着这些美丽的泰雅图案 及色彩 家云和同学都深深感受到 艺术和人文这两个方面 真的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泰雅族目前 是全台湾原住民的第三大族 我们的祖宗到了尖石这个地方 相传一个传说了 有一对恋人 围城经过尖石吊桥 主任还告诉家云 这里一个泰雅族 美的古老传说 今天在尖石的点点滴滴 家云永远都不会忘记 身为少数族群的他 真的能体会 为什么坚持国中 那么注重民族教育 校长老师和同学 想要把泰雅文化传承下去的用心 是他今天心里面最深刻的画面 午餐之后 有一小段惊奇的探索之旅 校长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 水色村这个地方 来 我们往前走 熟住新乡和长 介绍一个跟姻缘有关的 这位长者就是我们所谓的月下老人 曾经很久以前有一个少年 然后就看到一个老人在绑红丝线 红线 他说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在签姻缘线 让我们所有天下有缘有情人 皆能够结成连礼 你好 那我来抱一下 念词第一次来日月坛 听说这里是一个国际级的景点 这个点看过去 可以看到教育会馆 然后旁边就是寒碧楼 这条步道就是CNN 他有报导 美国的CNN 他说全世界最漂亮的十大美景 就是在这个向山步道 有空要来骑单车 或者来散步都很好 诶 大家一起搭着公车 要去哪里呢 不好意思啊 太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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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不是 是啊 肚子先收 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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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国家级的邱教练 我们今天要上的课 那个是独木舟的平台舟 最安全的 最平稳的平台舟 哇 现在要体验的是独木舟的课程耶 这可是跟少族的鱼猎文化 还有结合日月潭这个特殊地形 所发展出来的课程哦 少族人傍水而居 日月潭的潭区是他们捕鱼银身的场所 独木舟就是少族人独特的交通工具哦 然后下面的扣子应该扣哦 我看一下 好 教练再检查一次哦 一达少码头那边 那有一个少族集中地 他们在早期主线的时候是划独木舟 那这边就很补鱼 抓鱼熟猎 3 4 5 6 7 8 9 10 哇好紧张哦 平常只在山里活动的念词 第一次体验了水上独木舟课程 虽然有可靠的小天使帮忙 不过 在深不见底的湖上 念词也只能傻笑啦 你往前推水 那个摆穹 自己往后滑这样 转过来 转过来这边来 开始 停了 停下来 然后后面人的手拉手站起来这样 后面人的 抓好以后前面也站起来手拉手 看 好 好 可以了 坐下来 坐下来 小艇悠悠在温暖的阳光下 还有这些活泼热情的小经理们 一整天用心地照顾 让念词深深地爱上 传说中最浪漫的日月坛乐 小艇悠 abuse pasta 我们今天很开心 就是有那个单交云同学来我们 堅持国中 那所以我们现在先请一下那个佳云同学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心得 就是今天认识大家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第一次来到不一样的学校 然后让我了解这个学校跟我们学校差多少 今天一大早从南投名坛国中出发的佳云 来到这被阳光包围的坚实国中 看着这些热情的同学 听着有爱的音乐 再多的紧张好像都被他们融化了 佳云发现学校有很多传承泰雅文化的课程 像是木雕课程 还有泰雅妇女一定要会的织布课程 这可是考验着大家踏上彩虹桥的资格呢 跟着老师一点一线的学习 专心的佳云也可以织出泰雅的色彩咯 古老的传说 奇妙的工艺 编织成美丽的泰雅色彩 看着老师 奇老们对文化传承的用心 佳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努力 今天的收获好多好多 每一秒钟都是佳云珍贵的回忆 她会将这些美好小心地收藏在心里面 大家有空拍就知道 一整天一整天一整天开心快乐 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来啊 我很少都来 下次来就要留酒一遍 然后你不要忘记我们 不会啦 这里面还有很多啊 到了要离别的时刻 佳云把坚实国中探索的心得 塞满整个书包 多得满出来的 是今天认识的泰雅族新朋友 和珍贵的礼物 我们有很多就是 他们可能比较不好意思 讲的话都写在里面的 很开心今天来我们这边 体验一天的生活这样子 拜拜 哎呀快要去找我啊 我在等到哟 真的哦 真的 为什么只有一天 没有宿舍啊 可以再留一天 夕阳落下 炊烟鸟鸟的尖石箱 也跟着同学喊的道别 相信佳云一定会再来找你们 因为他忘了带走一段友情 就留在二年一半的教室里面 荣誉在我心里 我就不怕风浪 不怕风浪 直到暗地前方 今天跟念词这样相处 我觉得念词 你真的表现非常好 在此呢 我要代表我们明坛国中 还是跟念词说 谢谢你有让我们服务的机会 套句我常用的话 要祝你吉祥如意 今天相处下来很开心啊 希望你有所收获 有朋自远章来吗 祝你乐福 希望你可以在这里 得到你想到的收获 我很高兴认识你 今天一早远从坚实国中来的念词 带着兴奋又好奇的心情 体验迷你的明坛国中交换上课 看着同学们的演出 让念词也好想跟他们一起表演 大家热情地欢迎 让他的心中充满了满满的感动 跟着同学们一起欢乐 一起制作美食 一起跳舞 这些意外的收获 都是念词珍贵的经验品 大家还一起体验了 少族的文化水上操舟课程 有了同学细心地帮忙 念词今天完成了 好多好多的第一次体验 相信泰雅和少族的友谊 会永远存在念词的心中 就像这明坛的湖光三社一样 浪漫又美丽 我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 和你们相处 也谢谢你们这一天的照顾 他一看到我就说 他们在这里 他们在这里 都非常好奇 希望今天的活动 能够把我们跟坚持国中的感情 能够牵在一起 念词永远都会记得 在名坛国中 有校长老师的接待 还有这些同学们 还有真情的欢笑声 陪他一整天 耶 谢谢校长这一天的照顾 很大方 很活泼 我很怕翻船 大方很重要 把自己表现出来很重要 这样子我会想你 我觉得跟他们相处很好 而且他们又 人又很大方 又很开轮这样啊 希望下次也可以再来啊 然后来的时候可以找我们 然后不要忘记我们这样 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 他说他最喜欢上的是编织课 因为他说明堂国中没有编织课 只要不要上课做什么事 我就很开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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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菱